自认台湾阿美族人的山谷野百合,鸿蒙慧2024年8月6日以98岁高龄辞世的空中英语教室创办人鸿蒙慧女士,1951年来到台湾花莲,与原住民许下终身情仪,自认是台湾阿美族人,也因此获得原住民酋长赐名利百家,也就是山谷百合花的意思。 这朵台湾百合花,不但让花东纵骨芳香处处,也让福尔摩沙生气盎然。 1996年阿扁市长颁发台北市荣誉市民奖给这位伟大的女性,阿扁总统则在2002年4月10号颁证紫色大寿进行勋章给彭女士,代表2300万台湾人民,对彭女士最最高的敬意和谢臣。 感谢彭女士一生挚爱台湾的热情,融化了族群的繁离。 她的真心和毅力将台湾带向全世界。 彭女士珍视台湾作为她的国家,比很多台湾人更台湾人。 她在台湾推广英语教学,及传唱音乐天韵,影响台湾直到永远。 台湾感谢你台湾人民尽爱你。